你好 全工補習班 小姐 請問妳打什麼 什麼 妳該幫試用啦 很舒服喔 真的嗎 三個超愛鬧的17歲少年 在升學至上的大學 聯考年代裡 放下青春期探索的慾望 在補習班裡全新被考 一段感情當中 什麼最重要 就是 Sex 很重要 傳說中的夢幻契品 姐媽演技 只要有了她 就是什麼都看得到 三人都有不為人知的秘密 遇見一位女孩 及補習班老師後 有了奇妙變化 開啟尋找自我的旅程 電影成功補習班 由師弟藍正龍自編自導 描述她的青春故事 19年在寫劇本的時候 我就想到 我就突然想到 我國中時候常去她家混 然後我在她家睡覺的時候 我就睡...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頭癢癢 然後我就醒來 就看著她手一直在戳我的頭 戳... 有點像戳胸部的感覺 與好友的相處點滴 成了故事靈感 也紀念於補習班老師 以時亦有的好交情 感謝對方開闊他的世界觀 那一部國片 我的天堂城市靈感 也來自導演情深經歷 我之前在地鐵上面 找到一本筆記本 上面寫著很多紐約人的故事 在美國從事電影製作的導演 余聖儀 寫入在紐約工作的觀察 找來宋雲化 姜濤 姚純陽 魏曼的人 呈現在當地生活的台灣人故事 以離鄉追夢人的寂寞心情 尋找家的定義 TVBS新聞新聞小洪廷開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